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路节度使拥兵自重 特别是安禄山和史思明 这两个节度使更加的肆意旺 在自己的地盘 和硕三镇作为大后方 组建了自己的小朝廷 根本不把大唐皇朝放在眼里 而这三个镇的官兵 更是把他们两个当成了自己的皇帝 还给他们两个人建造了庙宇 供奉他们的史相 在安禄山手下 有一个非常出众的将领 也就是今天咱们要讲的主人公张志忠 不得不说这个人在领兵打仗方面 真是有点才能 他勇猛无比 极其彪悍 有一次仅仅带了十八名骑兵 过关斩将升秦当时了朝廷 镇守太元的太守 他的彪悍和手段 吓得朝廷近万名官兵 不敢轻举妄动 他是安禄山的左膀右臂 在安禄山作乱时期 安禄山安前马后攻城掠地 让朝廷不得不惊骇 最后安禄山失败后 他被朝廷召安 朝廷为了安抚他 还赐他皇姓 改名为李宝臣 不仅如此 还赏了他坐城的节度史 节至六周 豺狼是养不熟的 更是胃不保 李宝臣表面对朝廷一心不二 实际里包藏贼心 死心不改 亭底之蛙也想要弄个皇帝当当 没有皇帝命又想当皇帝的他 找来一些游方术士 给他制造声势 什么趁与趁兆 象征着自己是天命所归的玉兆祥瑞 这些妖士还溜须拍马地跟他说 你是有皇帝命的 到时候啊 会有玉印从天而见 天下就是您的了 还别说 在古代胡言乱语 还真能发家致富 李宝臣深信不疑 大大的赏了腰势 为了让自己的阴谋得逞 成就自己的霸业 李宝臣还跟另一个节度史田成四 结成亲家 打算狼狈为奸 共同对抗朝廷 可就在这时 李宝臣弟弟李宝正 跟田成四的儿子田维打马球 一个不小心把田维弄死了 那田成四哪里是个好惹的人 抄起鞭子抽死了李宝正 不得不说能在古代生存事件一数 两个人从亲家变成了敌人 不过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这个道理亘古不变 七百七十五年 田成四不爽 朝廷只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揭露史 起兵造反 俗话说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人家大唐王朝 还干不过 你一个小小的节度史 立马做出反应 命大将军朱涛讨法 令李宝臣协助 这下好了有理由给自己的弟弟报仇 就同意了 这下田成四荒了 心想要是为朱涛和李宝臣两个加工 自己不就成了汉堡包了吗 这李宝臣不是喜欢趁雨趁绕什么的吗 自己何不整一个 把他拉到自己的阵营里来 这胜算就不一定了 于是派人在承德镇埋了块 携有二帝铜宫 将田做半了石头 同时 派使者面见李宝臣进行游说 并让李宝臣巧合式的挖了出来 嘿 这不就是说 自己吗 便同意了田成四结盟 但也只是表面上结盟 实际上他对谁都不信任 最终他的做法也证明了这一点 弄死他不信任的所有的人 李宝臣不愧是有勇有谋 心生一计 派人去派朱涛的马屁 谁不知道咱们朱大将军英勇神武 冒比攀安 真想天天见到您的容颜 感受您的气魄 要是能求得您的一幅画像 一定要挂在墙上天天沾上 这马屁拍的朱涛说说服服的 立马就叫人画了像 给来人带去 却不知这李宝臣挂着画像叫来将士 都好好看看 这就是贼手 到时候你们看准了杀死他 本将军重重有赏 朱涛哪里想到李宝臣的反叛 被李宝臣偷袭毫无还手的可能的 到处逃命 不过说实话 被那么多人追杀 愣是让给跑了 李宝臣只好杀了个长的和朱涛很想的人 拿着头颅去找田成寺 想让田成寺帮助自己一起攻下幽州 不料田成寺说客 我的困难已经解决了 想打幽州自己去 还有那块石头 你以为真是天命吗 不过是我做作戏罢了 没想到自己帮了这个仇人的忙 还得罪了朝廷 真是看走了也 李宝臣年纪大了 想着自己的部下各个拔尖的好手 自己儿子李维热能力不行 镇不住这些老将 于是下令把二十几位大臣杀了吵架 使得军心不稳 将士不合 781年正月初六 处是看到李宝臣下手那么狠 害怕被李宝臣发现自己说的 趁与趁照都是假的 还不把自己碎尸万段了 于是弄了毒药 偏李宝臣说是神药 喝了就可以和玉皇大帝见面 天下就可以平定了 李宝臣深信不疑 喝了就哑了 上书朝廷 让自己的儿子接自己的位置 第三天就死了 他的儿子李维热把所有的术士杀了替他报了仇 朝廷还追赠他为太父 有勇有谋 却相信陈言 以心就想着当皇帝 最后死于非命 何其悲哉 如果他真正归附朝廷 忠于朝廷 也许不会如此 一块石头 却当成了天命所归 可笑可叹 一个善与忘记的民族 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请关注公众号 请说历史 亲说 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 铭记每一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